這個單元我們來處理兩題比較簡單的一個線型函數的題目 因為太簡單了 所以我想這個單元兩題就把它解決掉 第一題它是說y-2x加k這條直線 因為它這次線型函數就是一條直線 通過-13 什麼叫做通過-13呢 假設這條直線在這裡 那其中-1跟3在上面 那這種情況就是我把-13帶到這個方程式裡面是一個符合的 所以在這種符合的情況之下 我們只要做第一步就可以解決了 也就是說把-13帶入y等於2x加上k 因為它本來就在這條線裡面 可是要記得的是第一個代表的是x 第二個代表的是y 同學們不要搞混了 這裡還是稍微做一個note 所以這個代表的是x 這個代表的是y 那既然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y是3 所以這裡是3 x是-1 就-2 加上k 所以k就是5 好 我們就馬上就得到第一題的答案 再來呢 第二題呢 它說線型函數的圖形通過兩點求函數 讓這個更簡單 兩點會形成一直線 但以這個兩點來看的話呢 我們用標準式來去解決它 我們就假設 let let 這個線型函數叫做y等於ax加上b 我們只要想辦法把ab找出來就可以了 那既然通過a11 我們就把第一步 把e1代入 這個叫做第一次好了 沒關係 那我們就這樣子 好 這個第一個 e1代入1 那e1代入1裡面之後呢 e是x的部分 這個後面的e是y的部分 所以這個e代進去就是a a加b 用y是1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a加上b等於1 好 這是第一次 我們用到第二次好了 好 再來第二步呢 我們來看 再把3跟-3代入 如果把3跟-3代入的話呢 y是-3 所以這個是-3 所以-3會等於x是3的部分 就叫3a加上b 那我們再把它改變一下方向 就會變成3a加上b會等於-3 那這個叫做第三次 好 再來呢 我們已經有了非常重要的籌碼 就是這一個24 再來就是這個34 我們直接把24去減34 24減34的情況之下 b跟b就消掉了 a去減掉3就變成-2a 再來呢 1去減掉-3要小心哦 從1去減掉-3 負負得正 所以等於4 所以a就會等於-2 再來呢 我們帶入 帶入到b24裡面 把-2丟到這邊來 所以-2加上b就是1 所以b就是3 好的 有了這個 a等於-2 b等於3 我們馬上就可以寫出它的方程式 就是y等於a的部分是-2x加上3 我想這就是這一集的答案 這兩題片長簡單 希望同學能夠徹底了解 chao 谢谢观看